哈喽大家好我是飞扬 今天我们来继续聊聊俄乌战争 战争仍在进行 中国网友也从群群汹汹的吃瓜 到逐渐冷静的去看待这场战争 俄军推进速度不算快 但乌克兰几个大城市都已经被包围 基辅也濒临城下 西方除了没有亲自下场之外 其他所有招数都用上了 包括他们最擅长的舆论战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 因为随着世界互联网人口的几何级增长 与智能手机设备的空前普及 在21世纪20年代的现代战争中 舆论战恐怕不再是辅佐性的副战场 而是国家战争的重要主战场之一 甚至它可以干扰参战国家与军队的 作战政策和谈判节奏 西方社会已是不舍余虑的 在打这场舆论战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场战争中 一亏未来祖国统一时 西方媒体对付我们的手段 不得不说 西方搞舆论战这一套 已经玩得非常熟练了 我们都知道 20年来 西方产生了一大批被洗脑的白左群体 比如环保 动保 当然也少不了反战 西方的反战电影中 往往模糊战争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性 只是一个劲的表现战争的残酷 在他们看来 参加战争就是坏人 却故意忽视战争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就像这次俄乌战争 西方不去关心乌克兰纳粹组织亚素营是怎么残害平民的 也不关心战争是因为乌克兰炮击东乌引起的 只是不停的在嚷嚷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为了塑造乌克兰可怜的形象 西方媒体搞了一系列的移花接木的悲情叙事 比如西方媒体刊登了一张满脸是血的小女孩照片 并配文一张俄乌战争中令人心碎的照片 普京必须马上停止这场人类的浩劫 可事实上呢 这张原作品是设于2018年1月3日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一家医院 受伤的女孩是被西方人支持的反政府武装诈伤的 按道理谴责的是西方人 现在却变成了俄罗斯人的罪证 还有一个 名为一名乌克兰父亲在上战场与俄军作战前 与女儿挥泪绝别的视频刷爆了各个短视频平台 包括咱们中国的很多媒体都进行了转发 这一时间赚了很多人的眼泪 可事实上呢 视频中的那位父亲根本就不是要去与俄罗斯军队作战 他其实是亲俄民兵 准备把女儿送往俄罗斯 然后与炮击乌东的乌克兰军队拼命 这个视频最早是2月21日出现在俄罗斯的社交平台VK上 当时俄罗斯还未对乌克兰动手呢 国内媒体这么不经选择的一转发 本来乌克兰政府军的恶行就一下子变成了 俄罗斯的 此外西方还开始利用乌克兰的被侵略身份疯狂炒作 最典型的炒作就是誓死不详的蛇岛十三勇士 在海外兴起了很大一股同情乌克兰的风潮 以至于很多国家都有人跑到俄罗斯大使馆门口去游行抗议 还有西方各大地标建筑都打出了乌克兰的国旗色 甚至还有一些西方媒体把乌克兰军车碾压平民的视频说是俄罗斯的 把乌军防空导弹击中基辅居民楼说是俄罗斯空袭民房 这下都是栽赃的老套路了 但是套路虽老但很管用啊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哪怕这些谣言并不难澄清 但浏览的人又有几个会去查证呢 更可怕的是 这场舆论战已经发展到了中国 而且中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某些人先是莫名的给中国人扣上了支持战争的帽子 又是引申到企图染指乌克兰美女被传到了外网 引起了乌克兰人的反华情绪 国内网络上虽然也的确有在乌华人收留乌克兰美女的类似声音 但是咱们官方的行动其实很快 一共74个微博账号被处理 而且最先发布这一消息的账号也根本不是什么在乌华人 它的坐标定位是成都 中国对这种言论控制的很快 乌克兰人也压根没有注意到 但是相关言论却被台湾的水军在臭名昭著的反华媒体 SoupChina和Twitter上进行大肆炒作 直接引爆了这条现象级渔群传播 进入了全球舆论视野 这一招非常狠辣 隐藏极深的发动着评论的推手 外网的推波助澜和迅速发酵 简直是一次教科书籍的舆论战示范 不管这个言论是不是中国人说的 当其被炒作起来之后 其实都已经不再重要 只是可怜真正的在乌华人 不知真假的低俗言论就变成了 他们乃至全体中国人的国 搞得现在乌克兰民众开始敌视中国人 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处境也非常危险 这不禁让人担心啊 未来我们主国统一之时 西方这些舆论战手段 中国能应对吗 如果有人炒作 大陆轰炸台湾平民 类别家人踏上抵抗之路 这类的谣言 中国能不能打赢这场舆论战 确实很难 因为中国在国际舆论领域 一直是弱势群体 过去几十年中国成功的实现了经济腾飞 也引发了西方的忌惮 所以在西方国家一直以意识形态为由 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乃至防疫政策进行攻击和造谣 用CNN记者凯利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使出浑身解数 要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看起来像个坏蛋 中国想辩解和澄清 但是别人听不见啊 因为宣传平台不在中国人手里啊 比如国际最流行的社交媒体 推特有5亿用户 日活超过1.26亿 连特朗普都要每天发好几条推特 中国声音要让世界更多人听到 就只能用这种现成的平台 为什么乌合麒麟画了那么多讽刺漫画 却只有澳大利亚那一张在国外火了 就是因为赵立坚把它发到了推特上 可是这平台是人家的 你在这些平台上跟人家打舆论战 面对的不仅仅是对手还有裁判员 人家辩论不过你找裁判直接把你封了不就行了 比如中国外宣战斗力最强的赵立坚 就曾在推特发文指责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 但是却被推特官方列为不实消息 遭到了屏蔽 面对随时被封号的危险 这场舆论战还怎么打 有人说国际版抖音TikTok不是中国的吗 中国完全可以利用TikTok的影响力啊 TikTok是中国的不假但只是中资控股 运营团队什么的全部都是外国人来做 TikTok愿不愿意帮中国打舆论战还是两话呢 就算愿意西方人一纸精灵就能进封TikTok 除了在平台上不占优势 中国媒体在世界上也不占优势 我们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深 讲究仁义理智性做起新闻来也注重客观真实 这一点呢对新闻从业者来说没毛病 但是舆论战也是战争 用这种仁义的作风去对付擅长造谣抹黑的敌人 这怎么能够打赢呢 所以和CNN BBC相比 中国至今没有一家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 别看BBCCNN总是搞阴间滤镜了 但是业务水平还是很厉害的 报道的新闻往往有人性升华 擅长煽情等特点 骗人也是骗术高超 骗的不少人都相信 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问起媒体 可能有很多人会说是CNN 但知道中国媒体的就很少了 这就反映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如果打舆论战 世界上的人会相信更具权威性的CNN 还是会相信一个没有听过的中国媒体呢 而且因为一些原因的限制 CNN记者总是能到一线实时发挥报道 比如这次CNN记者 直接跑到俄军攻占的街场 虽然危险啊 但却是一个媒体建立全球影响力的最佳时机 而我们很多时候只能选择转发别人的信息 既然拿不到一手资料 也就无法判断新闻真假 不自觉就成了西方舆论战的工具 比如这次战争中 中国媒体先后发布了乌克兰军人向家人告别 舍到十三勇士的新闻 但后来都被证明是假新闻 如果未来祖国统一时还总是转发新闻 那这场舆论战怎么打 除此之外 西方还掌握了一大批自媒体 这也是网络时代舆论战的新打法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大大降低了当记者的门槛 在这个全民媒体的时代 掌握一定数量的自媒体 就可以随时兴起一场舆论风暴 这次炒作中国人收留乌克兰美女事件 经中央网信办调查 就是来自于推特平台的一个叫做 咪咪台湾的账号 实际上就是一个台湾网军账号 而中国能掌握的国外自媒体则寥寥无几 就算有也总是被网报和封号 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比如美国自由式滑雪 优行持运动员Aero Blanc 刚刚否定了关于北京冬奥会的不负责任的报道 结果就被推特封号了 但是相反啊 西方这些年利用文化交流等民意 对中国的自媒体渗透就非常严重 不负责任的引导舆论 美化西方挑起中国社会撕裂 诋毁爱国群众等等 去年的回新春事件 49中事件 举报知识 南京大屠杀教师的学生被网报等等事件 都有这些势力在兴风作浪 这次俄乌战争 也有大量的自媒体发布假新闻 配合西方媒体制造的悲情氛围 推动反战浪潮 给国家施加了压力 破坏目前比较稳定的中俄关系 进而达到帮助西方分裂中俄逐个击破的目的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俄罗斯正是在帮我们探路 让我们知道了 未来在主国统一时 我们会遭到怎样的舆论攻击 以现在中国的舆论势力 应对这些攻击很难 但好歹能够提前做预案和准备 不至于像这次的俄罗斯那样 属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是再难我们也要打下去 好了 今天的解读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 大家拜拜